历代以来,信心的百姓是进行不同的形式的灵修和操练 为的是要更加专注神,更加的亲近神 其中一种实践的方式就是朝圣 一直以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统都有朝圣的实践 早期有一位女朝圣者,她的名字叫Etherea 她是来自今天的西班牙 在381和384AD 她去到地中海不同的地方,曾经去到圣地 她把她的日记留下,有些人就把她的日记偏录 成为了朝圣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文献 在中世纪,朝圣是普遍的 但是朝圣的活动成为了商业的活动 带来很多人巨大的经济的效益 宗教改革者嘉义民就不忠这些人 花点钱在朝圣的活动上 就认为朝圣那种迷信的部分 只是会损害人的信仰 她说基督徒应该避免去拜死人的骨头 如果新教、基督教不是很赞成这类朝圣的活动 不会去拜死了的人的骨头 我们怎样可以朝圣呢? 要朝圣 我们一起转向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至十六节 这一部分的广章是显示出一个著名的朝圣之旅 第八节 因着信 by faith 阿伯拉罕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 因着信 by faith 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 好象在异乡 居住在帐幕里 与蒙同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 因为他们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圣 就是神所设计和建设的 因着信 by faith 萨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 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非福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竟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的迎接 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类 是寄居的 说者话的人士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回去的机会 其实他们所事目的是一个更美的 就是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神并不因他们称他为神 而觉得羞耻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作成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主多谢你给我们在这个空间 我们众弟兄姊妹们进入这个空间 我们一同的祷告 一同的去唱歌赞美你 我们一同的去朝见你 多谢在过往的日子 你给我们能够回到教会 我们一同的去敬拜你 我们面对面可以相见 可以团契一同的诗歌 如今虽然我们是分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宣扬你的话语的时候 就让每一个面孔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是呈现我们想着其他的人 我们想着其他的人 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的朝见你 一同经历你 听你的话 虽然好像不能够彼此的见面 不过也很奇妙的 我们能够见到你 一同心灵能够相照相见 主我们药望你 求你恩待我们 多谢你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求阿们 圣经是一个朝圣的游记 在创世纪阿伯拉罕和撒拉 开展了一个著名的旅程 尋找新的生命 也尋找新的家园 我们再细想这段的经文 第八节 因着信阿伯拉罕蒙照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那里去 相信神 by faith 就是信服神 所以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四节 讲到阿伯拉罕是信服神 阿伯拉罕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 就去了 虽然阿伯拉罕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但是他是信靠神 他让神带领他们去到目的地 目的地就是那个产业 真的信心是未见知事的确据 所以阿伯拉罕无疑是信心的典范 第九节 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 作客就是寄居 所以阿伯拉罕是寄居在加南 好将在异乡居住在帐篷里 与蒙同一个应许的以撒和亚国一样 居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就和先前那个他就在所应许之地的作客 是成为一个对比 阿伯拉罕和他的后代 比如以撒和亚国 就是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所以从阿伯拉罕他的蒙夫召 和他的回应 他在这个加南地 是做女客、女居 他的信心一直是没有改变的 生命有了不确定的地方 好像我们所面对的那样 是没有影响到阿伯拉罕 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 阿伯拉罕是面对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艰难 但是去由见到神的应许 阿伯拉罕的后裔 阿伯拉罕和阿伯拉罕 有一个表现 在住在帐篷里面 那种忍耐 忍耐 是信心的一个表现 第十字 因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 这里你看到图画 是由土地去到城市等候 等候就向前在那儿望 在那儿望着 他们就等候那座城 那座城的建筑师和建造者就是神 十一节 引着信 by faith 撒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能怀孕 这句话的语法 其实就是撒拉可以是一个主词 如果这样译的话 就是说 凭着信心撒拉自己 获得了怀孕的能力 但另一个翻译 就是可以这样翻译的 就是 予不育的撒拉 后者的翻译应该是好一点的 意思就是 阿伯拉罕和撒拉 他们两个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但一起是生出以撒 因为他认为 是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 这位真是可信的 真是信实的 因为我记号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段时间 这么快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的出生 十二节 所以从一个仿佛以死的人身上竟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篇经文就说将来是将来的应许 哇 子孙好像星和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 所以其实阿伯拉罕和撒拉 只见到应许的一部分而已 应许的最终的实现 就是他后裔 是不是 他们两夫妇和后裔 在将来 现在其实在将来 是迈向将来 神所应许的地方 他们一起继续朝圣 他的子孙是去朝圣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观望 且欢喜迎接 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女 是寄居的 意思就是说 阿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在没有得到应许的情况之下 他们死了了 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在加南地方是定居的 不过他们没有占据这个地方 他们知道自己是客女 是寄居的人 不过他们不是万无目的的游荡 他们是迎接着远方的应许 在他们临死之前 他们远处的看着和迎接这个应许 是欢喜的 十四节十五节 说这样话的人士 我们现在住在加南地 我们是客女 我们是寄居的人 十六节 其实他们所事目的是一个更美的 就是在天上的家乡 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他们是窃望一个更好的地方 更好的国家 好像天堂般的国家 最终的目标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一座新的耶路撒冷 是神所预备的 是他们渴望的永恒的产业 在一点上 阿伯拉罕的故事 他朝圣的故事 是接驳着我们的故事 我们和阿伯拉罕一样 都是世界上寄居的人 和客女 我们都会常常面对环境的不安 在刚才牧者带领我们的木徒当中 我们再次感受到 我们真的感受到 我们的环境常常都是不安 所以和阿伯拉罕一样 在路徒当中 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要成为信心的百姓 我们向着 向全望 望着 我所应许的神所建造的城市 这个就是神圣的道路 这个就是朝圣 我们已经踏入2022年 都是在开始的阶段 现在是2月份 我们要更加继续坚定的 我们踏上朝圣的道路 成心家弟兄姊妹们 记住 我们是信心的百姓 在这条路上 我们向前 向前 去等候 神所建造的这座城市 所以我提出三方面 让我们一起继续踏上 这个信心的旅程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朝圣 朝向生性 我们是要使用 朝向生性的地图 生命的地图 朝圣不是万无目标的 我们需要地图 地图能够帮助我们 规划我们的旅程 地图可以让我们见到 忠信的人走过的地方 见到一些美善的东西 好的东西 可以去记得 记得神体当中的作为 地图也叫我们要小心 知道哪些地方是危险地带 去提醒那些心灵缓慢的人 要记得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和神一起去行走 所以我们要有地图 我们要用地图 先前跟大家提过 这个十戒的地图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要记得 要记得背了它 很重要的 十戒是十句恩典的说话 是神和我们信心 百姓所纳的约 就是说 神会和我们纳约 以我们百姓和百姓之间去纳约 就是说我们要将神放在手为 高过一切的偶像和权势 在朝圣的道路上 神就说去 听我的解决 这个是你们的前进的方式 这个是你们生命的地图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言 第一言就是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意思就是说 Pay attention 专心 专心 看着我 第二言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意思就是说 不要在创造的世界当中 找一些创造物来取代我 就是不要把那些次重要的 非终极的东西 将它成为终极的东西 就是不是将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爱情 儿女 职业 生意 政党 个人健康等等 这些倒数第二重要的事情 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拜祭偶像 第三言 不可妄清 耶和华 你神的命志 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自私 不要用自私的目的 乱用神的命志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用神的命志 强迫神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甚至很严重的行为 就好像我们想到一个高楼大厦 我们跳下来 我们说神 如果你是大能的神 你照顾我 你承住我 你保护我 这个就是试探神 控制神 没有专注的命为性 这三个戒命是什么 将神拜在首位 要敬拜真神 深远我们成真家的目者 执持 众弟兄姊妹们 你们的生命常常呈现 是让人见到我们这帮人 真是常常将神 摆在首位 我们真是敬拜神的百姓 第四言 就是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我说过了 跟敬拜真神是息息相关的 当我们说敬拜真神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以神为首位的话 我们自然就会听话 首安息 首安息 不是单单是指休息 而是说 在第七日 在圣日的当中 在一个神圣的时间当中 我们停止拼命 我们停止striving 我们庆祝 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 六日的工作 我们庆祝 我们知道我们在六日的工作当中 我们努力 我们赚钱 我们创造 我们去追求 但是到第七日 我们说 已经足够了 神啊 足够了 在第七日 我们完全在神的当中 我们亲近神 我们信任神 我们信靠神 给我们的供应 换句话来说 在每个礼拜 我们拨出的时间 去敬拜神 这个就表现我们是知足 当我们知足 我们不会贪婪 我们不会拜祭偶像 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 是满足的 所以守安息 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们 是城镇家 弟兄姊妹们 应该知道 这个是上好的福气 耶稣进一步 说出地图的心意 和线索 最重要的线索是什么 这十戒 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 就是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主于你的神 又要爱论如己 鼎姊妹们 在朝圣的道路当中 神呼唤你们去 听我的诫明 爱神 爱人彼此的相依 爱你的轮舍 成为别人的轮舍 这个就是浅生命地图 作别人轮舍的生活方式 第二 在朝圣的旅途上 你们要尊住 要预备面对 随时而来的挑战 和艰难 在朝圣的道路当中 我们没错 会离开黑板的生活方式 会离开旧有的pattern 可以在这个离开当中 找到更加的自己 因为有些时候 朝圣真的好像去旅行那样 很好的 但是一些时候 朝圣不是放假 它需要力气 气力的付出 你走的话 你的脚会生水泊 你会累 一些时候你会生病 你会肠胃不舒服 你甚至会发脾气 你会惧怕 你会被激怒 因为你的灵魂是附住你的身体的 但是这个身体的路途当中 你所经历的一切 你所看到的一切 你所听见的一切 是会教导你的灵魂 一些的事情 在一些时候 你在路途当中 一定一定的了 是会面对更大的艰难 例如你跟我常常都面对的 破碎的关系 争恨 矛盾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记住要是寻求神的帮助 不是在这里自己死 在这里哭 是寻求神的帮助 诗篇42篇 是我以前跟你读过的一篇的诗篇 这个是寻求神的诗篇 就是说诗人他要找神帮助 他有需要去找神帮助 不过他说我找不见到神 诗篇42篇 神啊 我的心切无利 如鹿切无溪水 我的心学赏神 就是永生神 我何时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啊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门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门 所以我从若淡地 从黑门岭 从米撒山 纪念你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 鸿桃慢过我身 白昼耶和华 别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 祷告 自我生命的神 私人的灵魂是渴望神 好像鹿在江巷的地方 缺乏的水源的地方 这样去渴望 所以耶和华在这里 是被看为生命的传员 私人就是很怀念 很怀念 很希望恢复 他和神同在那种的喜悦 和那种的快乐 所以神被描述为 是永生神 永生神就是 神是人的生命的传员 鹿渴望这个溪水 就好像私人的灵魂 渴望神一样 私人渴望神的同在 但是囚敌在那种饥饿 说 嘿 你这个神在哪里 在第五节的经文 暗示 其实私人他身处的地方 就是在约大河的源头 就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 意思就是私人在流放的地方 流放的私人 他在这里就夜哭泣 雷水成为他的食物 私人跑到去旷野 跑到摩西聊天的地方 走到去山 站在这个瀑布的旁边 但是私人他听见一些东西 他说心渝就与心渝響应 私人就是想起结合 就是创造大地的时候 那种混沌的深渝 混沌的深水 还有在河边的瀑布 那种翻滚的声音 加上海浪澎湃的声音 说出来的时候 就是河等的压壁 非常的压壁 这种是压倒性的压壁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种时候 在这种压壁的当中 你和我怎样有心情 听到那种声音 但私人他说 当水打在石头上面 哇 很大声的时候 好像雷电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当我压倒性的压壁 是我的经历的时候 当一个强大的水 是要涌过来 好像要把我卷走的时候 他说我的心思是清澈的 我听见一些东西 心渝就与心渝響应 他说我听到一把是我所追寻的声音 这把声音是我所爱的声音 这个就是神那把的声音 所以简单来说 在私人的经验当中 在很多信仰的先言当中 很多朝圣者的先言当中 他说给我们听 艰难未必是坏的 艰难的东西 会将我们叫我们的眼神 是能够变得更加的清澈 看得前面的路是更加清楚 所以只要你和我专注 我们专注尋找神 Pay attention 你的心思就可以得到澄清 你可以知道 如何看破碎的关系 如何面对争恨和矛盾 因为你有新的眼光 这个就是在艰难当中 看到生命重要的地方 你试过吗 我希望你试过 我们继续去试 第三 在朝圣的路上面 你和我是需要朋友的 这个都是今年的我们教会的主题 我们一起要面对困难 一起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理解 朝圣是单人匹马的事 是独处的事 朝圣不是一个人自己躲在独处 朝圣的人是和朝圣的人一起的 有四位牧师一起去旅行 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真的没有人的地方 是碰野 他们真的很大胆 四位牧师 有两位我认识的 一位就是我在普林斯顿的 莫士生的同学 另一位就是耶路的校友 他有两位的朋友 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他们去到若法三章 就是关了手机 带刚刚足够的东西 放下所有的东西 不准听电话 只可以带地图 要打破平时的routine 平时惯常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一起在这个 荒郊野岭六日在这里去露营 但是大件事 第一日就遇到风暴 很令人惊 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 但是经过风暴之后 他们经历很亲密的友情 接着有几天 他们是简单的去吃东西 一起聆听去聊天 他们有伴同行 他们一起 他们不是抄广章 他们一起预备广章 心灵相思 相契 虽然在不同的角落 常常地去交流 是很好的朋友 我远处见到他们 我非常羡慕 为他们开心 有另外一个故事 是关乎四位朋友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 我想你们记得 这些图画要记在心灵里面 就是三个朋友 站在黄的面前 他们拒绝敬拜金像 他们不过不是孤单地 一个人站在黄的面前 是三个 结果他们在火遥当中 但是尼布格尼撒 他看见一个异象 他说 不是三个人 是四个人 他说 这位的人物 第四个人物 好像是神 所以 尼布格尼撒 他就很惊讶 就说 沙特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众的 他们所敬拜的 是一位真实的神 是唯一的真神 这位跟他们一起的真神 是他们勇气的来源 神是跟他们一起 叫他们一起 而他们又一起 去经历神的同在 或者我们的生命 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你和我都未必想的 是不是 但是 我们未必遇到这么困难的 生命的苦难 我们生命真的很多挫折 我们怎样去面对生命的 种种挫折 好像先前的诗篇 42篇 诗人其实是 加上43篇的人 也看了43篇 是讲了有效的方式 就是说 你们要记得 你们记住 麻烦 记住 记住 你以前 和神 同在的好时光 记住 你和你的朋友 弟兄姊妹 在十几岁的时候 在成证加成长的时候 那种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 经历神那种喜乐 这些回忆 是帮助你 会面对当下 叫你 当你面对前面 那么多挫折 那么多艰难 那么多不安的时候 你知道神不是遥远的 神一直是和我们一起的 这个是他的应许 所以 诗人 在诗篇43篇 他提出另一种 要记住 要记住 神信实的方式 他就是说 你就要多多 要很渴望 哇 好像鹿鹤河墓溪水 那样 渴望这个永活的真神 一起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去敬拜 很喜欢走来敬拜 去敬拜 去一起经历神的同在 所以当你纵然 你是面对挫折 但是一起去敬拜 一起敬拜 叫你生活得有盼望 这个就是把若白的说话 倒转来说 就是说 当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眼睛 看到神的时候 不过我们能够听得见 听得见神的声音 有意思就是说 你和我也有 当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不会敬拜神 不开心怎么敬拜神呢 正正搞错了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更加要敬拜神 因为 或者你为你所爱的人 去离世而哀悼 或者你为自己的罪 你感觉到很羞恥 不敢去朝见神的时候 或者你觉得神根本不在 或者你觉得信仰是坚离地的时候 就偏偏在的时候 你和一帮的人 你坐在当中 你看不到神 但你听到他们 怎样去说他们生命的故事 他们在当中 怎样赞命神 继续述说神 在过往到如今的拯救的故事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恢复信心 有机会去经历神 那种耶稣基督 这种复活的大能的应许 相对来说 忘记了神 忘记神的大能的作为 但是 这样的教会 真的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的社会 随时会 恃笑我们 你的神在哪里 他们说 他们要证明他们的不信和无知 他们不想我们记住神的拯救的大能 所以 教会的危险就在于 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生命那种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很轻易被周围的人去说服 而我们去忘记神 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去结论 跟社会的人士一样 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创造生命 不需要靠 你们所信的这位的神 正如诗人所说的 接受世界的评价 就是荣耀波浪涂涂 蓋过我们的身 所以在历代以来 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 敬拜对他们说很重要的 在几艰难的时候 在放逐的阶段 他们恨不得能够走在一起 打开一本经书 一起听神的话语 听到就流泪 阿门 阿门 他们很喜欢一起去赞美神 一起去感恩 因为敬拜的时候 是他们回忆 是他们记忆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能够一起去记忆 一个人 一个人常常都会忘记的 会忘记神是美善 神的爱是永远长存 唯有一班人一起 一声去说的时候 我们就会彼此提醒 所以崇拜 弟兄姊妹们是何等的美好啊 是让我们记得神奇妙的作为 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有勇气 有盼望的面对将来 根据约翰福音的说法 耶稣基督在受难那一日 他就和门徒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牵手煮餐 在那个时候生活 生活真是艰难 因为他们面对生命的危险 但他们一起的抹饼 耶稣基督对着他们说 就是说 我不称你们为仆人 我称你们为朋友 让福音15章13至15节 人为朋友 舍命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料 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 就是我的朋友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但我称你们为朋友 他看着门徒看着大家 就说这个是我的命令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们都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爱你们一样 没有一种的爱比我的爱更大 在火药当中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 他为我们写明 没错 深厚的爱 深厚的友情 在火药当中去驻造 我希望成证家当中 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虽然我不是成证家 受证的会友 我都和你们为家人一样 希望这种友情 在成证家能够继续出现 继续的重复出现 在去年的11月11日 五个小时的快乐的执事会 和互选会是温馨的 今年的2月10日的三小时的执事会 和昨晚8点8个字开的特别会议 是很爽快的会议 在当中 别见友情的美好 在去年我们会母小组上山立愿 我们感情深了 我们在今年主观会当中 我们说 看看能不能 看看科目实验能不能 一起我们再去爬山 这次不是我们几个加上了所有的同工 其他同工的人一起去爬 限聚等疫情之后 那就是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有伴同行 深远2022年新的年头 你和我一起记得 我们朝圣者的身份 我们有伴同行 我们都是尋找一个家乡 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向的圣城 我们一同在当中 向前去等候 在当中 能够真正在那天 见到神的面 有好的休息 有好的欢笑 所以现在我们就起行 继续行走 直至我们走到圣城 阿们 我们下期见